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去回顧一下整个人大的会议,因为废幕 大家首先第一件事看到的就是不要理会内容,而是看看这次北京两会的会期 很少这么短,一个星期都不够 大家就想一下,现在是马上换届,明年人大就是一批新的人士上台 人大代表年底又说选,为什么大家按过去记忆 每一次在换届之前那一届,上一届人大的最后一次大会 一定会有很多事情谈论,但这次一个星期都不够,最后六天半 究竟为什么会缩得这么厉害呢?我马上记得,2018年那一年的人大会议 可以几天啊?17天啊,为什么会这么长呢?大家记得,2018年之前是2017年 2017年就是中共的18大,即是习近平开始第二个任期 是吧?那时候开始要巩固权力,所以他就各方面,人大,政府系统里面 都要继续强化那个机制等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2018年的两会 就开了17天了,就是因为承接着党,每年都是的了,是党的中全会 通常是10月举行的,举行完之后,接着明年3月,来年的3月就举行人大两会了 所以今年这个时间这么短,马上第一件事就引起中外观察者的焦点了 不是讲内容,究竟会怎样呢?有些人就说疫情要压缩等等 那大家就说是不是啊?如果是疫情要压缩的话,那前两年呢?前两年都有疫情的 那为什么前两年没有压缩,现在又压缩那么重要呢? 所以没有答案的,我只是把这些东西放出来而已 所以令到人猜测,有没有结果的,因为没有答案的 但是大家合理相信,是不是呢? 当然是把时间压得短一点,那你出乱子的机会就少了嘛 不会啊?不知怎样,不然小组会都一声说出来 今年的小组会里面,都有一些跟中央口径不太符合的内容 例如说,大家很害怕共产 有些人就说你现在这样压制,不要说压制他没有用这个字眼 意思就是你这样去令到一些富有的人都要他分担多些了 这样可能导致共同贫穷,不是拉云了,共同贫穷而已 今年人大也有些人这样提出 所以将会期压缩,其实最大第一个作用 是不是将这个预测不到的一些意见 不知怎样被人爆出来,或者形成了一些和中央不符合的口径和焦点 压缩了就减少了机会了,这个等于香港未来的特首选举 提名期,竞争,所谓竞选等等,压缩到加上也不足一个月 一个月左右,跟以前争得远 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解读 第二个就是,大家都知道人大长期以来是橡皮图章 是曾经有一段时候硬过的,是什么呢?开放改革的时候 跟着六四之后,当时乔石是做了全国人大委员长 他那时候因为跟江泽民有一个竞争 所以他就希望强化人大功能,强化自己的职权 于是在那两段时间里面,人大曾经硬过,橡皮图章硬过 但是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很可能把时间压缩 即是说人大,橡皮图章这个功能都可以不要 已经有一些建制是这样解读的 他只不过没有明显示出来的原因 所以从这里来说,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真是人大,过去你说行礼如意 现在来说,可能不用行礼如意 你走过场的速度更快 好了,讲完了大家关注会期长短之后 不妨可以看看具体内容 今次的具体内容,你说通过法律 基本上没什么,大家都不关心 你通过了一条,什么大家都很少理 反而反过来,比较集中去看中国的经济 李克强今次的报告里面,我觉得有点亮点 不过你要懂得回答下去 要不然你单单看他的水果的文字 你就看不到东西,是不是 好了,先看看 他今次的报告里面,他提出了很明确 他说有三个压力 第一个,需求收缩 第二个,供给冲击 第三个,预期转弱 这个其实是一个通缩前期的先兆 大家知道通缩比通胀更严重 因为通缩大家的预期减低了 你又不买东西,我又不消费 那你想选择,即使你说靠政府的财政政策 扔钱下去等等 其实比应付通胀更难 这次李克强是直接说出来 大家看看,他直接说现在面临的挑战相当大 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李克强原话 好了,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再看看中国的政治文化 通常如果他说这个问题很严重 他就会说面对较大的困难,实际上很严重 好了,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他说现在挑战明显增加等等风险等等 那就是在这个之上更严重 从好的角度我们肯定他不隐瞒 最低限度把这个问题放出来 但是从实际你应付方面是怎样的呢 所以第一个可以看到的 好了,第二个就是从GDP 今年预计的GDP是增长5.5% 比上一年8.1%很厉害的 不过我们实试求试来看 去年的数据增长8.1% 是因为在前年的数字跌得很厉害 于是就有较明显的增幅 这个就很自然了 好了,即使今年是跌到5.5% 不过中国的经济过去十几年来 都是8以上高速增长的 好了,你过了这么久了 以前的基数低,所以你有时出现了双位数增长 但是不能够长期维持 所以今年可以调整到5.5% 可以理解的 我们要讨论问题都是很实事求是的 不过现在出现了另外在GDP增长出现了两个问题 第一,即使你定5.5% 但是要达到也很困难 但是每年都可以达到,为什么呢? 这个数字是自己计的 好了,现在北京大学有些港籍教授 其中一个,举名黄奕萍 他都说明要达到这个也很难 他没有说达不到,但是相当难 尤其是现在国内是说双循环 即是外循环,经济外循环,国内内循环 你要两个顺畅才有用 不是循环免不住,但又不是很顺畅 我稍后再说其他原因 外循环那一个,因为现在俄罗斯进入侵乌克 令到全西方世界都制裁俄罗斯 中國在這個問題上還未跟俄羅斯切割,所以隨時可能會引火燒身 所以外循環的經濟,現在國際上先看清楚 看看中國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問題上的取態是怎樣 究竟是燒了半個身,以後燒了全個身 還是立刻切割,好像一個山火,立刻搞一個防火帶,把樹砍掉,不要等火燒過來 是怎樣呢?這是有待觀察,但是令到經濟的不穩定因素增加了,我們很實施求是 第三件事就是失業問題,一講到這裏,大家都會頭痛 好了,用國內的數據,大家看看中國政府網,有的 不過大家懂得看,你就會發現裡面挺有趣的,很多問題是反映了出來的 好了,按照政府工作網,去年就是城鎮的新增就業是1269萬人 比他說的多了,而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是5.1% 大家注意這些數字,反正看中國的數字,你要對比 前後對比,你才看到東西的 好了,今年的預算是怎樣呢? 今年的預算是說 預計今年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 對比去年1269萬人,就少了,不過他玩文字遊戲很厲害 裡面有以上兩個字,可能又會增加 好了,又看看今年預期的城鎮調查失業率 希望全年控制在5.5% 5.5%? 不是比去年5.1%高了? 不過又是有文字遊戲的 他裡面說,控制在5.5%之內 不超過5.5% 都要達到預期了 大家看看這些數字 其實就是預期失業率會增加 然後創造就業人口的絕對數下降了 還沒計算人口增加 好了,再計算 即使能夠創造1100萬新增就業機會 但是今年預計大學畢業有多少大學生呢? 是1050多萬,換句話說 如果今年畢業的大學生,假如全沒找到工作 就已經填滿新增就業的機會了 1100萬和1050多萬相差 不夠100萬,還有以前失業的那些呢? 所以這裡就很巧妙了 再加上大家要看中國的統計數字 要知道它的含意是怎樣的 現在公佈是說 城鎮的調查失業率 以前不是這樣叫的 以前是叫什麼? 以前是叫做城鎮登記失業率 即是你來登記,我就會知道你失業 如果你不來登記,你自己在這裡 作為三無人員 又沒有工作又沒有戶口等等 那不理你的,因為你都不來了 所以以前叫登記失業率 後來那些人說你這樣不行的 城市壓力很大,於是去調查 所以現在的方法,那個名字叫做 聖鎮調查失業率 但是這裡也有一個巧妙 是什麼呢? 即是說他調查島,那就知道你失業了 然後調查島那些是怎樣的呢? 還有,農村那些是怎樣的呢? 因為你記住,是城鎮調查失業率 是沒有計農村的 他覺得農村不是失業,有飯吃就可以了 所以從這裡來講,大家看到失業問題比較嚴重 再加上他裡面是沒有半失業這個數字的統計的 反而國家統計局 他沒多久出了另一個就業的數據 他就說現在有兩億 兩億人做什麼呢? 兩億人是靈活就業 什麼叫靈活就業呢? 就是靠自己吃飯,不靠老闆,不靠阿公 跟著呢 這一幫人多數是在社會基層的 好像是送外賣 做一些手作仔 這一批是最沒有保障的 而且是 餐穩餐食,餐餐清 超不保值的 換句話說他們隨時跌下去失業的行列 但是他現在說你靈活就業 這些字眼大家要懂得分 好的就是他已經是自己養得起自己 養不養得起家就不知道了 不好的就是他們這些一定是在社會最底層 隨時會不會引發其他的民怨呢? 那這些來講 所以為什麼這次李克強的報告裡面 故意提到 就是防止拐賣婦孺 你看看國內的報道 一講到這件事的時候 全場拍手掌 為什麼呢? 就因為最近徐州八孩之母 那件事不止一件,還有好幾件 是引起全國的關注 以至官方壓 大家這裡站出來 大家你看看上海 網上看到的,不知道他有沒有刪到 已經漏出來的 有些女士站出來 用鎖鏈鎖住自己 在街上走 其實就是喚起大家 仍然要關注這類事件 不是得過且過 接著在國內的地鐵 那些人直接寫在T恤裡面有的 寫明 繼續關注徐州事件 等等 這就等於當年 億萬網民救藥女 就是鄧玉嬌案 大家都關心 於是 官方不可以等閒置之 所以這一次提到這個情況 大家就會很關注 這不是單單一個兩個婦孺被拐的案件問題 而是會不會有一些社會上的地方政策的失衡處理 再加上民怨 變成民亂 這個作為官方努力去防止這些火舌 這些爆出來的火花舌頭 那就影響到整個社會穩定 從社會安定的角度來說 不怪得他 但是問題就是地方政策又會不會繳往過正 所以今年李克強報告裡面所說的 要反官僚主義等等是特別有針對性的 好了,講完這一節之後 大家就說,還有講軍費 增加百分之七點一 一萬四千多億 去到這裏的時候 中國的軍費,外國的看人參考數字 絕對不能夠反映現實的外國是這樣看 好了,大家有沒有留意這次所說的 連維穩費有多少呢 基本上都沒什麼怎麼提 只是有一個社會安全等等的費用 一千多億而已 以前的維穩費是連年都多過軍費的 今年不見了 或者沒有詳細了 因為大家採訪都不是那麼容易 以前這些數字就會在政府工作報告裡面的附件 一般是附件三的 裡面是看到的 但是現在你都無從去檢查 所以就是武警費用沒提了 因為武警已經轉了進去 去由軍隊直接統領 所以這個費用肯定就不在軍費的一萬四千多億裡面 那到底怎麼計算呢 不知道了,我只是把這些東西放出來而已 總體的經濟 大家可以看到 中國經濟仍然會在困難之中發展的 這個是實際 是實事求是 雖然它很困難,但是它是可以發展的 因為這個是中國黨國體制的特點來的 外國很多時候就出現這些問題 甚至又會停擺,但是中國不會的 第二個原因 大家會看到的 雖然社會裡面有動盪 不過呢 又會是在動盪之中 保持基本穩定的 這是一個現實來的 為什麼呢 官方可以靠兩件事 第一,靠行政手段 將其他的其他經濟政策控制過來 靠行政手段 將很多社會政策表明社會不穩定 就壓下來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就令到經濟和社會相對穩定 但是跟著不了問題 還有一件事 你看到多少小粉紅 這個就是愛國主義 民族主義 頂著你外內的壓力 這些是其他國家做不到的 是中國這一類的體制 才可以做到的 你說合不合理呢 我只是說客觀 效果形勢 好了 人大裏面另外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外交政策 而今年的外交政策 基本上完全聚焦在俄羅斯入侵黑難 到今時今日北京都不准用這個字眼 但是大家可以有一個很清晰的判斷 你俄羅斯你現在這樣發動戰爭 你那些理由大家是很難接受的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直證講明 不是給外國利用的 外國不是這麼說 但是大家都明白這次是俄羅斯入侵乎克蘭 好了 中國的態度是怎樣呢 現在稍微有少少調整了 所謂調整了 就是他知道如果你繼續這樣 盲目去挺俄羅斯的話 很可能自己引火燒身 好了 所以最近開始有少少調節了 譬如說什麼呢 譬如說中國現在人道支援 烏克蘭 所以新聞出來了 第一批中國去援助烏克蘭的物資 就已經是送出去了 好了大家看看 國內就不斷地在炒 這個新聞很厲害 國內就說 中國是向烏克蘭輸送食物 輸送藥的 西方 歐美是向烏克蘭輸送武器的 即是中國輸送和平 西方世界輸送戰爭 這些全部打開國內的網很多都是這樣說的 不過又有些國內的人民很清醒的 他們看兩樣東西 第一中國現在為人道支持烏克蘭 第一批自己是說第一批 以後那些不知道 因為大家都是重視 第一批那個象徵意義 第一批送出去的價值多少? 很多啊 五百萬人民幣 五百萬對普通老百姓來說的很多 但是在一個援助裏面 五百萬人民幣 你對美金 我不懂計算 其實真的是雞毛選備而已 反過來國內的網民提出 如果你繼續支持俄羅斯 你雖然沒有給武器 俄羅斯的武器也不需要你中國的武器 雖然沒有向那裡輸出武器 但是你輸出動武的支持 動武的支持 這個和你直接給武器其實差不多 所以這裏就看看中國現在能不能夠調節自己本身的策略 近期有些大家智囊或者各方面提出了意見 所以現在中國的調節方向就是 中國從來不干涉他國內政 這是中國的原則 我覺得這是五項基本原則裏面的其中一項 周恩來當時在萬龍會議裏面說了這麼多年都遵守的 不過具體怎麼做呢 尤其是放在眼前的一些現實裏面 好了 現在給人的感覺就是 不干涉他國內政 如果你將這件事放在俄羅斯 去入川普烏克蘭作為俄羅斯 保護自己的利益 你不去干預了 是不是等於 你支持俄羅斯出兵啊 是不是 這一個來講 你放在這裏的解讀 你無論中國官媒的解讀是怎樣呢 你阻擋不了別人的解讀的 好了同樣是這句說話 中國不干預他國內政 你放在烏克蘭身上 烏克蘭現在希望各國一起去支援他們 西方世界現在基於他自己各自的利益 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是不同步的 烏克蘭希望能夠 大家就真的制裁到俄羅斯英等等 好了如果中國在這個問題上 我不干涉他國內政 烏克蘭怎麼做 我又不理的 你是不是 因為沒有幫到烏克蘭 你只是表面上去幫 這樣你如何去盡一個 泱泱大國的責任呢 我在這裏我不作一個定案 為什麼呢 我覺得國內現在開始感覺到有壓力 壓力在於 你這樣去繼續盲目去挺俄羅斯 現在國內已經出現了 回到當年 前蘇聯 以至後來俄羅斯怎麼欺負中國的案例 大家如果你看看 不止我上次講的珍寶島 你看看我畫那條國界 裡面都很多是欺負了上面的 然後你看看中國很多時候加入這個國際組織 俄羅斯當時是反對過的 或者前蘇聯是反對過的 國內都開始提出 對俄羅斯這個北極紅 你是要注意的 最近年人民日報那時候 三明昆蘭時期 中國怎麼罵前蘇聯修正主義 再講補充一點點 當時中國批評俄羅斯前蘇聯修正主義 當時所謂九平 九平蘇聯修正主義 誰負責去牽頭起草 那個就是林小平 所以如果你現在盲目親俄 而到最後 俄羅斯又很可能找你笨 你自己本身要懂得進退 懂得修捕 所以現在我亦都不排除 一段時間之後慢慢再調節 俄羅斯就說跟俄羅斯稍微分得清楚一點 是吧 好了從這裏來說 大家更加關心 在這次人大裏面 說到兩岸的問題 因為時間問題 以及這次兩會裏面 都不是太多 但是有些跡象是要注意的 大家如果留意李克強的報告 留意王毅 在記者會裏面 所用的字眼 你就看到了 以前說到兩岸關係 是很強調和平統一的 現在基本上不說 現在叫做祖國統一 祖國統一就是 就是和平統一的機會越少 你如果說台灣走了去 或者外國又在搞一陣 他現在說祖國統一 就是不說什麼方法 今年大家留意著這些字眼 另外過去講台灣統一之後 都一國兩制 今年從李克強和王毅等等的說話 不是重點這裡 重點是一中原則 然後九語共識 然後他現在繼續說這些來講 就是反台獨繼續說的 所以從這些字眼 說什麼不說什麼 其實都看到他的一些部署傾向 所以我經常說 俄羅斯和烏克蘭 他入侵烏克蘭去用武力去解決烏克蘭等等的問題 是和兩岸是不可以同日而語的 國內都有這樣的說法 不可以有對比性的 他是從官方的角度 因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理據 你可不可以這樣放進去 兩岸關係呢 又未必的 但是如果兩岸關係緊張到兵庸相見的時候 他又要想理由的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很由始至終 同民同種 大家都以和平為主 既然這樣解決台灣兩岸問題 還有很多種方法 不要那麼輕易就兵庸相見 所以這個都是事先講明的 不是說到時的政策怎麼變等等 我都說除非台灣宣佈獨立 除非是這樣 我覺得台灣暫時又不會去到這步 不會那麼蠢的 從美國角度 美國都不會讓台灣走掉 因為台灣走掉了對美國有什麼好處呢 他就利用台灣來和大陸周旋 這樣解釋而已 所以現在眼前的經濟、健康、民生最重要 其他的就是看看聰明智慧 能不能夠去解決問題 好了今天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拜拜